上并肩而坐 以孤化家萧秦 与奥地利及太太莫妮卡 携手白头到老 各种活动艺术晚宴 只要有萧秦 就有莫妮卡的身影 直到晚年卧病在床 太太也深情陪伴在侧 而莫妮卡独自嫁来异乡 家人的支持更是她的心灵慰藉 蓝衣女子笑容灿烂 亲力搂着萧秦遗霜 她是莫妮卡的妹妹安娜 姐妹俩感情相当好 奥地利家人们也常常越洋 来探望莫妮卡 但随着萧秦六月病逝 留下市值超过十五亿元的画作 也让一双莫妮卡与基金会执行长 吴肃勤彻底撕破脸 安娜认为杰夫萧秦 把大笔遗产画作 统统捐给基金会 没留下任何一点给姐姐 实在太不合理 怀疑莫妮卡在台湾 可能被有心人士 以失之为由控制行动 六号和律师从奥地利来台调查 除了提告 也有意带她到台北就医 除非能够证明是说 她是生前是被迫 或者是在不是自由意识的情况之下 签了这样子的合约 但原渡重阳跨海提告困难重重 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捉求好手 张宏杰与福云爱的离婚官司 尊重日本法院的裁判 比较和平的让福云小姐交付 带着三命律师指导福云爱老家 日本开国际记者会 张宏杰靠着舆论压力 逼福云爱出来面对 可见跨国官司难度很高 标定的金额比较高的话 那律师的收费相对就会比较高 开庭的时候她可能也不会到 或是如果法院就算要执行的话 可能也有不好 萧行深厚留下天价化作 因此妹妹想要替姐姐争取合法继承权 但得先支付大笔律师费 还要不断在两国奔波 至于能不能打赢官司 恐怕还充满变数 金新闻草武林安关亚卖采访报道 大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